李宇春被称为是春歌的她,从超级女生中脱颖而出,那一年的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经典了,更是促成了很多大咖的成长,比如说,她和张亮颖,周笔畅等等,而她更是秉承着自己的梦想,成为了舞台上的舞台。 最为耀眼的星辰,成为了那个最亮的星,李宇春早些年在《红楼梦》中就很肤色,李宇春饰演的薛宝钗也是相当不错,可惜当时名气并不是很大。 不过现在,李宇春也是被更多人喜欢,90后的她出道到现在也是林飞文。 韩雪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明星,是众多网友心目中女神的存在。 她出道了已经很多年了,还和胡歌,袁宏等人是同班同学。 韩雪在这些年中还是拍了很多的戏的,但是却从来都不拍本戏,而且出道了那么多年,至今都是林飞文。 李宇春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,小时候看过她主演的《小李飞刀》,她在剧中饰演的金红仙子,让人印象深刻。 长大之后她的,永远依旧不变,岁月带给她的只是更加丰富的阅历。 《小李飞刀》